宣布与张一山分手之后,宋颜飞工作现场照曝光,神情疲累不在状态。 近日张一山被媒体拍到与朋友们在酒吧聚会结束之后,与一神秘女子同回酒店,引起无数网友的关注。 本来只是单纯的恋情绯闻也没什么,毕竟张一山不走流量路线,谈恋爱也不是什么大事。 但是偏偏在十多天前,张一山才被拍到与朋友聚会后深夜来到宋颜飞居住小区,第二天他和宋颜飞一前一后走出小区,再度引起恋情的揣测。 也是没想到张一山和宋颜飞还没有正面承认过恋情,就发布了分手声明。 而网友在这个声明中读出了重点信息,那就是宋颜飞和张一山是在张一山出现恋情绯闻的当天才分手的。 于是很多网友纷纷开始吐槽张一山,在工作室发布分手声明之后,有网友分享出宋颜飞的工作现场录透照,照片中的宋颜飞手里拿着手机,似乎一直在聊语音,神情疲累,不在状态,引起网友猜测是否是因为被张一山的恋情绯闻所影响。